看来知道大小S内幕的人还真的蛮多的 就连周杰伦都知道 只不过看破不说破 早期周杰伦在上小S和蔡康勇主持的节目时 就已经透露过小S玩得很花了 他说和范小轩那一挂玩得够丰富的 说明这一挂不止一两个人 小S马上拿药曝光他前女友的名字来威胁他 看得出小S内心是慌得一批 也马上来了个转移话题 原来周杰伦早就知道 曾抱小S范小轩等玩得丰富 小S立马秒怂还威胁 看来大小S吸毒这件事是人尽皆知了 只不过大家都是一人或者没有什么权势的工作伙伴 也有一些所谓的好友 也就没有互相接老底 也难怪小S不敢招惹周杰伦 因为周杰伦的好友曾经是小S的录音师 他的料都知道得七七八八了 小S一听魂都吓没了 蔡康勇也是一语道破 你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吗 小S也是借着玩笑话的语气说 我人生的污点太多了 近几天因为黄子脚的翻车事件 导致很多艺人的黑暗面都被扒了出来 即使身为黄子脚的前女友 小S也难逃这次的控诉 黄子脚爆出大小S和他所谓的四姐妹们一起吸毒 之前去韩国的时候 就是如今的国民姐夫剧俊叶带他们吸毒嗑药的 黄子脚表示很后悔 因为那时候他根本抗拒不了 这也成为他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儿 这次黄子脚自己下水 看到曾经一同犯过错的好友们 他还是决定把他们拖下水 很快小S那时期的照片也被扒出来 那个时候小S也被指正科要了 但无奈没有证据 可是当时小S染了黄发 很多人都没有在意 现在才知道他是真实版的李莎拉 染发就是为了检查不了毛发做准备 大S也是难逃其身 先后被家里人爆出经常摊在床上 把尿喂饭多时据爷爷帮忙 本想要营造一个国民好姐夫的形象 却直接把生活不能自理的大S暴露在大庭广众 很难不让人相信 大S真的只是因为懒 因为想要得到聚俊叶的宠爱才摊在床上的 现在看来汪小飞说的都是实话 只不过汪小飞不会说话 离婚后所说的话都被当作诋毁大S所编制的谣言而已 而大S嫁给电飞大王聚俊叶 一定也是离不开和他一起嗑药吧 曾经大S就自爆自己嗑药后的那种飘飘然 让大家不禁担心起他两个孩子的健康问题 如果是有孩子之前就嗑药了 那对孩子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大小S有着强大的靠山 所以圈内没有人敢惹他 在爆出这些事情后黄子脚差点轻生 他连死都不怕了 所以他才敢站出来直面指控大小S和他的四姐妹 其实他们只要采毛发炎一下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但他们没有这么做 也就越证明自己的确染上了 大家觉得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